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那个视频说哈 这个李网的时候呢 用这个手指捏住网 用手腕用力 手腕用力往外 这样子网呢 给锥子朝向中间 把这网解成一排在这边 因为这网下面坏的洞太多啊 有点专位啊 来我们今天来拍一下这个捷网 因为撒网的时候啊 剪斜面网特别好撒 所以说这捷网很重要 来经营点快乐 捷网的时候为了轻松 可以把这网抓胸口的高度 可以看大腿的高度 开着更美 平时很多朋友们 练捷网的时候哈 都是这样子这样子去念 捷网他不应该这样捷 这样捷网在虎口里边 转来转去容易乱 捷的时候用大拨指 这个虎口里方把网夹紧 中指往里面拨 狮指溜一洞可以 但是大拨指不要离开 离开的话洞大了就容易转 夹紧的它不容易转 来看 把底缸调到顺便上啊 夹住两盏灯 把这个右手的网往后拉一拉 左手呢拨两盏灯往后拉 再继续拨啊 拨来的网 拨来的时候 拨来的时候大拨指这么轻轻抬 不要抬太大 网呢就夹进去啊 这样子啊 把它往后拉 不需要一根线一根线去数啊 这一个兜的一个兜的直接拨过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一根线一根线去数 拉的时候呢不要往左侧拉 另外往右边带一点的啊 右边带一点的 这边往暗示的可以踢一脚 最后拿起来三四个灯 手指把它练住 右手的网如果说斜面不够 如果斜面不够啊 这边不是有点平的吗 可以手指捏住这边 捏住这边往后拉一拉 因为那小网呢无所谓啊 大网有时候你捏不好撒不开 小网无所谓 咋咋咋 这样剪好的网有很好的斜面 重点就是什么呢 重点刚才呀 虎口不离地啊 这网它就一排在这虎口里边 锯子不离地 简单不要离地 剪好的网斜面呢在这边啊 哇 放高一点 把这些古达的弹弄了 把这些古达的弹弄了 嗯 整个右手的网往后拉 顺子不离地 因为离开地面啊 离开地面以后呢 你就把握不好它了哈 离开地面它是它就容易乱 虎口的网就容易乱 这样子剪的网你看这虎口的网哈 一排在这里 不要离地 很多朋友的喜欢把这网离开地面 然后拿什么哈 不离地 最后拿起来三四个灯啊 这个可以离开啊 然后呢把这底缸啊 还是不要离地 把这底缸拿在手里边 不要让它乱 后背手指把它夹紧了哈 前面这个底缸放到后口去 放进去这样重新捏紧 全程这个右手的网 刺子不离地 离开地面容易乱 这样子呢 鞋面剪的好 特别容易撒哈 轻轻撒就撒开 手呢 已经堵大轮的 如果要打远呢 就剪拼图